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警方國安處在前日對於民主派人士的大搜捕行動 引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網絡媒體香港監察 就這件事訪問了前港督彭定康 他對於這件事有一番見解 我嘗試翻譯了這篇報導 將他的說法跟大家分享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彭督對於大搜捕行動就有以下的看法 他說中共利用世界各地的政治 和席捲全球的武廢疫情 分散注意力 進一步扭轉了香港的局面 顯然地 現在支持民主就是犯法 香港居民就是被迫要愛上中國共產黨 而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國家 就必須要繼續反對 針對這個自由社會 所作出的種種殘酷破壞 他說毫無疑問地 歐洲議會能夠支持歐盟委員會 和北京所簽署的一份 悲慘協議草案 他這裏所說的就是 中歐投資協定 他又提到 在拜登尋求建立自由民主國家的國際夥伴關係 以應對霸凌行為 和中共對於國際規則的攻擊 這一項的舉措 就是巨大的戰略失誤 歐盟和中國 就著中歐投資協定 完成了談判 這件事 彭督就說 他說不應該尋求 壓制中國 而是應該尋求要約束中國共產黨 他又提到 如果這一筆交易繼續進行下去 就等同於 在嘲弄歐洲 想成為全球政治和經濟參與者的 雄心壯子 面對人權問題的時候 歐盟顯示出 對於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可信程度的妄想 除此之外 歐洲似乎是特別相信 中國可以履行他們所簽署的國際勞工標準 這是非比尋常的 我們是否將會見到 新疆強迫勞動的終結 以及中國工會運動的發展 算了 對於所有歐洲政客來說 無論他們是來自哪裏 都應該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世界各地的猶太人 一直對於新疆問題 都是直言不諱 尤其是提請大家要注意 今天新疆所發生的情況 是和1940年猶太人所面對的處境 有相類似之處 彭督最後補充 說他們的思想言論和國際行動 就應該要考慮到 對於這個亞洲自由城市的破壞 尤其是對於經濟和人命所造成的影響 當發生可怕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不能簡單地另辟契徑 其實這篇報導 也引述了另一位來自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的成員 羅傑斯的意見 他就說 來自英國政府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的譴責聲明 已經沒有作用 現在是時候要採取協調的行動 這就是羅傑斯的意見 實情大家可以看到 彭督以76歲的高齡 仍然相當關注香港的事務 這件事相當難得 因為他已經離開了香港將近22年的時間 但是他似乎對於香港的局勢 完全沒有半點的脫節 大家看到他的意見 其實對於香港的情勢 有著相當透徹的了解 至於他在這個言論當中 也有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 區分起來 這個做法 對比起那些很傳統的官僚 又或者是那些左翼份子 或者是那些 美國民主黨人來說 就相對先進一點 因為 大家可以看到 就算拜登也好 他對於中國和中共之間 有沒有作出一個明顯的區分 似乎從他過往所說過的任何東西當中 都不見得到 但是大家會看到 其實 無論是特朗普 或者是蓬佩奧 他們就很喜歡 把中國和CCP 這兩個概念 區分起來 現在彭督也有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看法是相對先進一點 當他說清楚目標對象是誰 起碼不會產生一個奇異 就不會令人有所誤解 究竟你是否在針對那十多億人民 現在他說明是CCP 顯然就不會有一個誤解 還有一件事 彭督其實是點出了歐盟的偽善 現在歐盟委員會 就跟中國方面達成了一個共識 或者是完成了一個談判 但是彭督對於歐盟也提出了一個質疑 就是問他們 究竟憑什麼來相信中共 在國際舞台上所作出的承諾 事實上 在過往來說 無論是入世也好 或者是 加入什麼組織也好 似乎也是有彈票的現象出現了 即是兌現不了那些承諾 那你究竟歐盟是憑什麼相信呢 我相信歐盟這幫人 都不是蠢過一隻豬 有些人就幫歐盟辯解 說他們天真 老實說 做人就沒有這麼天真 尤其是一幫做了政治 那麼多年的老油條 你說他天真 其實就是你自欺欺人 我相信歐盟那幫傢伙 他們自己也是很清楚 大陸答應了那些事 未必是會履行的 但是為什麼他仍然要達成共識呢 其實就是一塊遮醜報 因為事先他們又說到 打挪打鼓 要關注新疆問題 和香港問題 就好像 很關注你們的情況 去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想簽這份投資協定 於是有一個折衷 就是 既然大陸都願意簽署國際勞工標準 就已經是收貨了 其實就是一塊人權遮醜報 總之務求大家在這個談判的過程當中好下台 到最後就是中歐一起發大財 就是這麼多 到最後 究竟大陸會不會履行他的承諾 諸如此類 實情 想都想到了 但是歐盟如果真是很關注 其實他大可以在時序上作出多少的調節 比如說 到底會不會對方作出了某一些承諾的時候 你要求他實踐了 才再進一步 談下去 現在不是的 現在總之 一路再談下去 到完全 達成了共識 簽完之後 你才慢慢去實踐 你只知道他對於這件事有多重視 最後一件事就是 彭督特別是提到 英國或者其他國家的行動 要顧及在地人 即是香港人的影響 這件事其實都反映得出 彭督對於局勢 遼如指掌 因為每次美方 針對中國 或者香港 作出一些制裁措施 其實 往往 其實 也有部分香港人 叫做遭殃 有些評論員 就會認為 這些叫做出氣 所以你說 彭督是不是 相當了解香港的情況 我認為就是 至於保守黨的人權委員 會委員 羅傑斯 他就說 發表聲明已經沒有作用 其實這也是很客觀的評述 你經常去發表聲明 都等同於 老生上談 你發表100篇聲明 和發表一篇聲明 你的效果都是一樣 就是沒有什麼效果 到底英國還可以怎樣來幫助香港人 比如說 這個自由民主黨的議員 就在國會裏頭推動一條 叫做香港法案 那個二讀 其實就是一再這樣推遲了 那麼這條香港法案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他們其實就是爭取 要將BNO的資格 開放給全香港的居民 即是說會重啟BNO申請的程序 即是如果這條香港法案是通過的話 到底這條法案通過的機會是大不大呢 老實說 在那個統計上 這些叫做私人法案通過的比例就很低 在過去十年來講 大概就只有三個個案是成功的 問題就是 現在到底有沒有一個政黨 香港是很明確地走出來提出反對 也都不見得到有 這個也是一個 叫做優勢 起碼沒有人走出來一定斬釘切鐵 會反對你這個私人法案的沒有 而且英國脫歐也是一個機遇 是一個契機 起碼香港人如果真的移民過去英國的話 就會為英國帶來得到 人才和資金 其實這個可以說是一個雙贏的方案 也是國取所需 英國又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香港人又會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如果真的這個香港法案通過了以後 開放給全港的 市民來申請 我相信到大陸 又會可能採取一些果斷的措施 來限制這方面的移民 按照計就沒有那麼順滩 如果英國那邊是開綠燈的話 似乎大陸那邊 你說不會出手才會期 因為你這樣開放的時候 一定就是會多了人走 因為原本有一班人 他就是沒有BNO的 或者他的家人都沒有 於是乎就是過不了英國 但是如果開放全部人都可以申請的時候 那這班人就可以受惠 但是我又相信大陸到其時就不會那麼順滩 因為你這樣走的時候 你的人走 沒有所謂 但是你走的同時就會帶所有的資產一起離開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除此之外 如果開放給全香港人申請 會不會對於英國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呢 我想又未必 因為香港人頭的五年去到 其實就不能夠領取救濟金 你說醫療福利方面 其實也有打了底下付錢 那我又相信其實不會說 個個香港人去到都不健康吧 對於英國的負擔 我想不會說很重 起碼來說頭的五年都是吃自己的 你就不能夠申請福利的時候 那你怎麼也要熬過了這五年 你熬過了這五年以後 我亦都不相信以香港人那麼高質素 過去熬五年之後就想著拿福利金 我想不會吧 如果真正的香港人的話 很高質素的 那至於如果這個 香港法案要通過的時候 要多久的時間 那這個程序都很繁複 現在只是首讀 你還要二讀 然後就去到委員會審議 再提交報告 最後就三讀 這裏都要一段的時間 但是如果這個香港法案 最終是通過得到的話 起碼就提供得到給香港人一個 新的選擇 起碼對於那些本身沒有BNO的人來說 是多了一條的出路 只不過到時 大陸我相信不會那麼順滩 現在都已經說到 又說不承認BNO 到時還會出什麼招數 就很難說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